在跑步領域中 運動員的每一步 都會承受自身兩倍的體重 運動品牌新品發表 特別推出零重力 跑鞋家族 提供選手最佳配備 對付分秒必爭的競技場 外在武器準備好 內在心態調整不能少 聽聽長跑好手減培宇 分享今年的備戰方針 基本上我覺得我的基礎 還沒有完全的達穩 那所以我認為承住氣才能承大氣 那即便現在有人破全國紀錄 或者是有人創自己批逼 那我也不急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按照計畫 一步一步的做上去 以年底的全國運動會 或者是日本的大阪馬拉松 爭取奧運資格重要的一年 簡培宇認為承住氣方能承大氣 跑著彈跑步之道合情合理 不過受邀出席活動的 LAMIGO主帥洪一忠 和投手黃思棚 又有什麼跑步小故事呢 2009年那個時候 戰績不理想下台之後 然後就開始有了跑步的習慣 那一直跑就是跑到現在 他不只可以減壓 他還可以抗壓 聽音樂配跑步我是會看時段 像如果是賽前的話 我可能就會聽比較 比較吵的那種就是 提起自己戰鬥的慾望 那如果是收抄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聽比較柔和一點的 告訴自己說可以休息囉 忙碌的生活中 有多久沒有和自己對話了 不妨透過跑步沉澱心情 無形之間或許挑戰極限 也能變成一種習慣 YTV新聞採訪報導